我们到超市晾饭店呢 买一些冷冻鱼回来 其实蛮方便的 家里的冷冻库你要吃 你不用担心它的保存期限 或是保鲜的方式 放冷冻保鲜又好吃 再加上深海鱼 让你吃起来口感跟一般 我们不管是养殖鱼或是淡水鱼 就是不一样 就像今天我要再来介绍这个鱼 一般清蒸鱼 大家想到的就是会用酱油 或一些酒下去蒸 那我今天要做的清蒸鱼 这个清制就是真正的用清汤 下去蒸这个鱼 非常好吃 让这个鱼更吃原味更美味 分享给大家 来 那我们现在的第一个步骤 当然主角就是鱼 鱼 鱼买回来 当然是流水退冰 流水退冰后的这个鱼 你看一下它中间有一点点的血块 用厨房纸巾把它弄出来 它有点油脂 这个呢都是属于比较会有腥味的地方 所以呢 把它给去除 今天的这一块鱼呢 跟上一次的这个蒜酥鱼 不一样是 上一次的蒜酥鱼是第一刀 所以它切面最漂亮 那这个是第二刀第三刀的 你看它中间就会有肚的地方 那相对 这一种的鱼在价钱上会便宜一些 但不是说不好 是说 它呢就是你会看到很明显的度 相对这里 就没有那么多的肉 那当然看的时候 就看个人的喜好下去挑选 鱼要蒸之前呢 简单的前处理 就是 撒一点盐 腌表面让它入味 虽然等一下酱汁会有调味料 但是这个前置 盐一点盐的步骤 也会有效的让鱼的味道 风味更好 盐呢你就把它装一下 稍微 你会感觉盐已经有融化 然后在这个鱼肉的表面 我个人我喜欢加一点味淋 下来腌 其实味淋 提鲜 去腥 增色非常好 大概是一小匙的量 双面都腌一下 家里没有味淋的朋友 你可以用米酒取代 那鱼先放旁边 让它腌15分钟 我们先来准备其他的材料 我今天呢 蔬菜料的部分 我准备洋葱 洋葱的用量其实蛮多的 因为这一道清蒸鱼 我靠的是洋葱它的清甜味 所以我用一颗洋葱 洋葱头记得把它去掉 洋葱切丝 你要细一点粗一点都没关系 好 再来切一点姜丝 我用的是中姜中姜 你要用老姜也可以 再来切一点辣椒片 不吃辣的朋友 你就可以不要夹 没关系 切一点葱花 其实今天这一道 如果你想用蒜头 加一点蒜头在里面的朋友 其实也可以 如果你是用蒜头的话 生蒜 它的味道比较重 下去蒸鱼 我觉得会去影响到鱼的鲜味 那个鲜甜味道 如果你是像我上一集做蒜酥鱼 我觉得那很适合 因为你把蒜头那个嗆味给炒掉 变成蒜酥的香气 很像炸过的感觉 它其实是很搭血鱼 但是生蒜的部分呢 我会建议炒过 如果你今天要用蒜的朋友 建议这道清蒸鱼 我有加一个植物蛋白的东西 等一下蒸的时候 它会去吸满 那个清蒸鱼的汤味道很鲜 我用的这个叫油羊 日式豆皮 你要用台式的豆皮 或是豆干皮签章都可以 豆包也可以 切完之后 我们直接切成这种细条状 蔬菜类跟豆制类的材料处理好了 我们现在来处理肉丝 你没听错就是肉丝 一定会觉得很奇怪 蒸鱼加肉丝的味道OK吗 我跟大家分享 广东菜有一道很有名的 叫古法蒸 什么鱼 比如说古法蒸鱼 古法蒸石斑鱼 这个古法蒸它里面放了有 这个花菜干 肉丝 还有一些爆香料 金钩虾等等的 它们是透过三蒸海味 我们在粤菜里面的翻译 就是三蒸海味的东西 去蒸这一道鱼 让它味道更丰富 这是一种做法 所以呢我加点肉丝在里面 等一下会炒过 然后再把汤汁下去煮 这种感觉就像我们在吃火锅 你的一个火锅里面有蒜肉 蒜海鲜 那个汤会非常的鲜美 那我现在这个肉 第一个要处理的就是 先抓大概一点盐 这里的盐大概是四分之一小尺的量 抓一点点的盐 肉先抓一点盐 让它有点弹性 口感也会更好 来你看喔 会搅拌到这个肉丝 你看会粘我的筷子 让它筋性出来 好再来一小匙的马铃薯粉 来再来一小匙米酒 抓一下 这种做法是最简单又快速 让肉丝滑嫩不干柴的秘诀 非常简单 也不用抓蛋 好抓到吃进去之后 我们封一点油 封油的目的是等一下要炒的时候 比较不会黏在一起 薄薄的一层油就好 OK完成 现在蒸鱼鱼的第一个步骤 我们先把这里刚刚切好一颗的洋葱 先铺底 这是一些些的先铺底 然后呢 再来铺姜丝 我们也是一半的量先放下面 等一下另外一半要放在上面 日式的豆包就撒在这上面 你铺着跟鱼蒸等一下那个豆包啊 它去吸鱼的高汤真的非常美味 而且这个你相信我你们一定会抢着吃 好然后刚刚腌好的鱼直接盖上来 好那我这个先放旁边 我要来炒料了 锅子里先加一小匙的油 洋葱跟姜丝下来炒 我现在都全程中火炒个30秒 你很明显感觉到洋葱它的香气已经出来了 但不要炒到变黑喔这很重要 肉丝这个时候赶快加下来 全程中火都不变 好肉丝下去炒了一分钟 它已经表面在熟了 三分之一小匙的胡椒粉 再来炒香 要一点胡椒香 再来150cc水 放下来煮一下 记得喔这里我刚刚前面有讲一个步骤就是 你不要把这个洋葱炒到上色 如果你上色起来 它蒸起来的颜色就会比较暗 因为我们这一道蒸起来是属于比较 汤清汤或浓汤色 这样子 调味 盐一小匙 味淋两小匙 没有味淋的朋友 你可以用一小匙的冰糖取代 我们用中火熬煮一下 这个时间差不多三分钟 把洋葱的甜味熬出来 你在熬煮的时候 你会发现你的汤会有略略的浓稠 差不多就是像这样子的感觉 关火 那你煮好的这一些料 直接你就盖上去鱼上面 你可以在鱼的表面淋一点汤汁 电锅预热一下喔 我们下来蒸 尤其是在蒸肉 蒸鱼 这一些我会建议蒸东西都先预热一下会比较好 好 我们直接蒸15分钟 时间到15分 家里有计时器的好处就是 你可以精准的拿捏 你的料理不会过度的烹调 流失掉美味 开盖 哇 你看这一道呢 看起来就是比较清爽 但是吃起来是很开胃的喔 趁电锅还有余温 来我们把葱加一点上来 然后一点点的辣椒 这就看个人啦 不吃辣的你可以比较没关系 因为我是要点缀颜色 我们再盖回去 透过这个电锅里面的余温 大概焖个30秒 让葱啊辣椒稍微焖一下 它第一个焖过的颜色会比较漂亮 再来味道 等一下来吃的时候 比较跟这个汤汁啊鱼肉 很好的一个融合 好 焖过的葱它颜色会比较漂亮 清蒸鱼都会起锅啊 会加一点这个油 比如说香油啊或葱油 雪鱼不用 因为雪鱼第一个它油脂非常丰富 还有我们刚在炒肉丝的时候 就有加油 所以上面的油脂是刚刚好 这个就是我讲的 吃的时候 连同里面的汤汁配着鱼 你不管是要当有点像拌汤拌菜 这样子吃 或者是拌饭都非常的美味 尤其是吸满汤汁的豆皮 绝对让你一口接一口停不下来 今天这道不一样的清蒸鱼 是不是很特别啊 运用基础的辛香料 透过简单的炒 再放一点肉类 不管你是要鸡肉 猪肉都可以 然后跟着鱼一起蒸 这个鲜味呢 是鲜上加鲜的美味 明晚您也动手来做看看 这一道清蒸鱼吧 上菜